只是美国亚太代言人 可美国却不把日本当作自己人 驻日美军就是两者之间一个巨大的分歧 近日一场声势浩大的反美集会 在纳巴市举行 7万人直指美军基地 据日本共同社8月12日报道 当地时间11日 日本冲城线约7万民众 在纳巴市举行大规模集会 反对驻日美军将普天间基地 迁往名湖市边沿谷地区 要求驻日美军放弃在边沿谷地区新建基地 并立即关闭普天间机场 此外 反对活动扩散到了全国各地 在北海道 大阪和福岗等地也举行了示威游行 这场抗议与其说是针对驻日美军 倒不如说是日本政府 日本政府总是用高度关切等词汇 将冲城民众抛弃 背后就对美国点头哈腰 在上月28日 日本航空自卫队还与美军 在冲城展开联合训练 6架F15战机和2架B52战略轰炸机参与其中 还从美国高下进口各类武器 包括1340亿日元的陆基 宙斯顿系统 可见日本政府根本不把民众的安全当回事 据一眼只是一方面 美军飞机的频繁坠机事故 更是惹怒了冲城居民 美军CH-53E大型运输直升机 已经发生多次零件脱落事件 6月11日 一架美军F15战机 在冲城附近海域坠毁 当地民众每天过着刀架在脖子上的日子 而美军根本无意解决问题 得到多注 势道寡注 日本政府逐渐把自己树立在民众的对立面 成为了美国的提线末 时至今日 约4.7万名驻日美军中 大多数驻扎在冲城岛 这已经成为与居民摩擦的根源 同时 美军的存在 对本地区其他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美军不撤出 东亚就永无宁日 西瓜视频 给你新鲜好看